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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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上这个单元的课 我们这个单元是环境伦理跟环境教育 在手上应该你们的书有拿到的是在第一章 原来这个书当初是由叶姓成叶老师来写的 叶老师目前是在环保署当副署长 所以没办法再来上课 所以这次由我来讲这个主题 但我试着看看怎么样讲 可能为大家会觉得根基级的经验或生活 或应用上比较贴近一点点 所以我不会完全按照书上的内容去讲 那当然应该是可以彼此可以互补的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拿到的书 当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参考的教材 那我们建在补上一些比较新的东西 那我本人是在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就所 目前在这边任教 那我比较 研究比较多 我教了比较多 大概还是在研究方法跟环法方面的课程 特别有关环境管理的方面 OK 通常如果讲这个主题 我都会先给大家看这个图 因为荧幕有点小 所以有点没关系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那这个图 它是在一个谈环境科学的教科书里面 这本书其实在国外 在大陆也有在使用 那他谈的内容 注意到他的图是Figure Word 1.1 就是说 他是这本书里面的第一章 的第一个图 他是作者透过这个图 来说明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希望透过所谓的环境科学去探讨 解决一些环境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往往我们是不能只靠一个学门 就是说 环境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没有办法靠单一个学门 能够对他有非常有效的解决 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 比较沸腾一点那个话题 就是核能的问题 或核四的问题 那这个议题来讲 但有些人会问我的意见 但通常我第一个回答复会说 这个东西不是三言两语 去可以讲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给我一个很单纯意见 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误导你 那但是如果在深层去看的时候 其实它牵涉很多的东西 一部分当然是科技本身 这个核能科技究竟是不是安全 有些风险等等 但也蛮大部分也是社会跟经济的问题 因为很多东西是取舍 你该也不该 你可能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甚至对各位的就业有什么影响 很多的事情 但还有谈到今天伦理的部分 比如说 当你这个核能有关的风险 不平等的 不平均的 分散到台湾不同的角落的时候 这牵涉到伦理的问题 比如说蓝鱼人 没有其他核废料的地方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核电厂要盖在我这里 为什么那个废料 我们蓝鱼人用最少的电 为什么废料要盖存在我们这个地方 等等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 很多事情就要很多复杂的面向去思考 那这边来讲 我们说 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中间它所谓的环境的科学 有Mental Science 那你看到有些它比较熟悉 比较工程 所以今天应该蛮多工学人来的 工程当然是其中一款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地球的科学 还有物 对不起 物理化学 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 我们能想到的 自然科学 或是工程科学 大概都会 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做些整合 那另外的还有一些 比较是社会科学 比较是社会学 心理学 政治学 今天其实都会一起拉进来 共同来谈 那我们今天谈的其中一个部分 比较在社会科学 比较接近教育的部分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 伦理ethics 这个问号的地方 特别它加一个问号 其实也就是说 在伦理的探讨上 其实有些的伦理的议题 是没有标准的答案 不见得全部都没有答案 应该这样讲 虽然说有时候 有些问题会渐然见智 但是有些东西 还是有个比较好的答案 那有些东西恐怕是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单元放在这边 也是希望各位能够 有更多元的一个接触 多了解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接下来这整个课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各种其他相关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会首先说 讲一下环境伦理 那其实环境伦理 它基本上 最基本上 它会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说 究竟我们人 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 人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除了说 我们这个教室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外 更主要我们可以谈的是 比如说 我们跟下园里面的环境 一草一木 我们跟这个海滩的环境 甚至我们跟大高雄 甚至跟最大 我们说跟着整个地球的 这个生态环境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人究竟是高高在上的 是万物的主宰 还是要跟万物是平等 等等类似这种议题 那第二个 它会去考虑的是说 人对环境生态 还有其他的生物 有怎么样的 权力跟医务的问题 我们有没有责任去 爱护甚至保护有些的动植物 其实你可能不认识 也许甚至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那回到第一个问题来讲 人跟环境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也许各位心中有一些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 可能有不同的层次 我们说一个极端来讲 人是万物的主宰 我们人类说的算 所有你说看到的自然的资源 或者矿物的资源 都是应该为人来服务的 那人是最有权利去决定 主宰它这个用途 使用或是用量等等 跟这个有点类似 但程度上可能也许没有那么集中一点 我们说OK 比较圆钉升天的概念 我也说政府 对不起这边打错 因为政府自然 政府自然 就是说 觉得自然对人不完全是友善的 那世上有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有台风有地震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特别台风过后 这个路 在山上的路 通到花莲的路 会崩塌掉 那一种 我们说人地升天 就是说OK 那我们再盖 崩掉一条 再盖另外一条 因为我们的工程 可以把它克服掉 我们的水库 在台湾有很多的水库 其实有部分都会在地震 这个地震带的断层的附近 会经过 那这当然也是种人地升天的想法 觉得没有关系 我们透过工程 可以去克服 某种程度它是对的 就是说 但是也不完全 因为事实上 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让我们做那么长期的时间来看看 究竟这个水库 是不是可以 真的经得起一个六级 或者更大的一个地震 我们有时候运气会比较好一点点 当然台湾有它的困难 因为如果说在断层一定的范围内 我们都不能盖水库的话 大概台湾目前好几个水库 大概都要关掉 这也是问题 那水马上就有问题 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取舍 这是一个考虑 但是背后有一种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 究竟我们透过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技术 究竟可以克服自然到什么的程度 好 好 再来是物性天神 就是公平竞争 这个想法来讲 就觉得 我们人也是动物 狮子可以去吃狐狸 狐狸可以去吃兔子 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求生去 一样去 去吃别的动植物 利用各种的资源 为什么人要受那么多的约束 为什么自己把自己绑得那么死 我们很多事情要做还品 看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巴色鸟 我们看看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某一种的子斑点 他经过高速公路 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 为什么不是说我们适得生存 那这个熊猫 我的猫熊 他影响到我们开发需要的土地 那他自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他自己自然淘汰 那他该死 这是一种想法 那所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包含说 如果对环境里面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我们说 本来有钱都比较占便宜一点 那我们如果有钱 可以输进来这个木材 做纸张 可以输成到矿产 那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影响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影响到当地人们的生气 让这些人变得更穷困 那你说在公平竞争就是物卿天则 那他们竞争力比较低 他们被淘汰 那是他们自然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想法 所以这个有不同的层次的一些认定 那有些人会觉得 是应该比较和平共处的 跟其他人 跟我们自然的环境 应该要比较和平共处 这个都是对于 我们说人跟环境有什么不关系的 一些伦理的看法 很清楚吗 有不同的一个想象 那有人觉得是要达到一个 比较坚固跟平衡的生产 生活生态 我们说三生 这之间要达到一个平衡 不是说只有人为唯一的考虑 我们在考虑人生活 生产之外 还要考虑到生态 甚至有人认为说 我们应该更顺应 要顺应这个自然 比较谦卑去面对它 比如说在我们那个讲义里面 应该有看到 有一些所谓人类中心 大概比较靠近这个上面 人类中心的想法 有一些比较是 以生态为中心的想法 比较在下面 甚至有些比较极端的认为是说 我说极端并不等于说 它一定是不对 要注意一下 我说极端其实相对其他的概念来讲 他的想法是更加一个 在另外更是 更是在比较偏的 那当然 我们这边并不是谈说它偏 或者它极端就一定是错 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他甚至没有说 外部都是平等的 那把人的福祉 或者权利 跟其他动物放在一个 天平上 两边要完全 同样的分量 那当然这个东西 做个理想来讲 是比较容易的 化为一个实际的政策 是有困难 要么想想看 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 都生物来讲 都跟人类看起来 同样的分量的时候 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是不能做 大概只能是树 第一个 大概马上出现的结果 就这样的 那你很多的 土地的开发都不行 因为你只要砍掉一棵树 或什么之类的 可能就很多鸟类的 七十地方就不见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不管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但多少有点 会了解 但我们有时思考 究竟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也许 在某些议题上 我可能会这样想 也许改天我又会这样想 也许又会回来 其实有时候 我们并没有很 我们几次去反省 自己在想什么 这种 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态度 支持或不支持 或者我们的主张 其实非常有些理念 只是没有特别去想 那环境论理 这个学门 其实就是有点 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东西 厘清一些事情 好 人跟其他的 环境或生态 或有所人 有什么的权力跟医护 那我们说 如果想像个同性的缘 从我们自己 当原心 去出发 去画圈圈的话 那但最简单是 从你周遭的人 你对你周遭的人 有什么的权力跟医护 对你的亲朋好友 或许老师对学生 你们都在我旁边 或者平常我们喜欢上课等等 那我对你们有什么的义务 权力 我可以要求你们做些事情 那同样我必须也是 要为你们做些某些的服务 这个是权力的义务 那但是环境都会谈得更多 就是说 对同一个社会里面的人 我们有没有什么权力跟义务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如果大家有注意看一些最近的新闻 台湾在开始有点缺水 有些地方 桃园高雄 就讲说 呼吁大家节欲用水 因为如果继续 如果没有太多雨下来的话 可能再过两个月 大概只有限水 有些水不够 那如果这样子 我们就想说 其实我们对他们 有没有什么权力 以我住大楼来讲 其实限水对我来讲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因为我们家 我们是十二层楼的大楼 最顶头是水塔 水塔 就算高雄是停水 大概它可以供应两天的用水 大家听懂吗 你们家 我们以为有比较大的水塔 可能是这样子 也许对你的影响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有没有 愿不愿意帮人家去 为了这个大众的集体的利益 配合去决用水 或许现在中山大学的宿舍 你有没有从今天开始 比较会省水去使用 这个限制到你觉得 你对同一个社会里的人 有没有什么权力跟义务 再来一个 对同一个地球村里面的人 有没有什么的权力跟义务 有很多世界我们看不到的 或许听都没有听过的角落 生活的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直接来讲 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但事实上来讲 现在透过所谓的 这个全球的经济 贸易 为了各种资源的这种流动 包含我们刚刚说的 木材的树进来 矿产的树进来 台湾等等 其实我们用到那个地方的资源 其实对那些人是有些影响的 或是为了生产某个产品 让那些人的生活 可能也许过得更好 也许过得更差 那这个我们要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在同一个地球村里面的人 那还有未来的世代 特别是有个概念叫永虚发展 简单来说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接待人 我们所有的消费 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不能影响到未来的世代 下一代 下一代等等 他们可能的享受的水准 这个讲是很简单 但是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容易 那只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 特别跟环境有关 跟生产有关的事情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下一代 那中间我们要做多大的思考 给他们多大的考虑进来 这个也是环境论理会去思考的问题 未来世代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说 大家如果连这个人 你都觉得不需要关心 那下面都不用谈了 因为正常 通常来讲就是说 我不关心我周遭的人 但你就不会关心地球村 另外的很远角落的人 你连地球上 你现在还活的人 你不会去关心 大概你不会关心 那个猫熊 或许你不会去关心某一个 北极蟲或什么之类的 如果会那就会有点奇怪 表示说 你可能还是受到 这个媒体的牵导 因为北极蟲是个明星的动物 你去关心他 那个没有被拨打到的那个人 你不去关心他 这个是有点比较 严格上来讲 是有点不是很合理的事情 那如果说 我们都记者都还有点关心 也许就在往 这个圈圈 有没有可能再扩大 这个童心园 你不会关心一些同伴的动物 通常会 如果是你养的 你的宠物 这个我们叫同伴的动物 那当然我们会关心他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会弃养 就是说 养了觉得自己 养了几个月不习惯 就把他丢到一个 外面去一样的自生自面 通常会死得很惨 要不然就被 别的动物欺负 对不起 那还有一个是 农场的动物 实验动物 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跟表演动物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Google一下 说 动物福利的话 你会查到很多 有关于这些动物的事情 也就是说 事实上以我们目前 饲养这些动物的方式 不管养在是农场里面 或许是养在动物园里面等等 其实都有一些问题 是蛮有正义的 从伦理上来讲 因为这些动物 其实很多都活得不愉快 但还有一个是野生动物 不过通常会谈野生动物 并不说 活得不愉快 就是说 因为我们人类的开发的活动 会造成这个野生动物的消失 或者说它的气力受到威胁 通常我们人对于 大概已经上过一次生态学 大概知道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这个野生动物的影响 其实有几个比较主要的 一个是猎杀 但是那些可能还是其次 重要的应该是更气力的破坏 因为你破坏它可以居住的地方 有些破坏是比较 比较鲁莽一点 但是有些可能是 某些的开发的过程 我们要跟它抢土地 比如说你要把个森林 转换成个农地 其实你就破坏掉一些 动物所居住的地方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生命的跟形态 比如说植物跟生态 生态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因为它不是可以跟前面一样 前面我都至少还可以碰触到 你可以摸到一个老鼠 你可以去看到一个狗的实际的样子 对不对 你可以叫它过来等等 你可以喂食它 那生态没有 生态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那这个是我们 究竟对它也没有责任 去保护这样的东西 但是对一个根本的核心来讲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待生命 或者说生命的价值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残 它的生命是有没有意义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对不起不是那个 应该是到 等一下 我会切到那个PDF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残 刚刚那个残它的一个生态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从它残卵开始看 残卵 它把卵残在这个树上面 然后再 这个卵 然后后来就掉到土里面去 然后这个残 的卵在那边孵化 孵化完之后 在土壤里面生存一个很长的时间 再跑到土壤外面出来 然后它会去蜕变 羽化成为虫之后 找到它的配偶 如果幸运的话 不幸运当然都找不到 然后它会交配 然后再残卵 它的整个生命史就这样一个循环 不过有趣的是 刚刚就我们残 它在美国 它叫十七年残 十七年残的意思就是说 它整个生命周期大概十七年 其中在土壤里面 就是说它的卵到土壤里面孵化 到它从土里面爬出来 这段时间大概都花了十七年 它真正在土壤上面的时间 可能不到两个礼拜 所以说在这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说它这个熊蝉 它会找那个母蝉去交配 那交配完熊蝉就会死 那母蝉它残卵完等也会死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十七年里面 大概只有母蝉 只有两个礼拜 真正在活动 那生完小孩子之后 它任务达成在这死 那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种生命有它的价值吗 有它的意义吗 生命的意义只是在延续未来的生命 似乎对他们的确是如此 那但是 到每个人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也就是说 这种问题是环境倫理 它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待生命 人以外的生命 跟其他我们说各式各样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赋予环境地的东西一个价值 我们可能也想说地球 我们跟地球另外一个角落的人有什么的关系 很多事情如果说平常 对不起 我做了什么事 它自己要更新 不清楚记得上没有 不管它 OK 我们来看个影片 差不多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影片是照的在一个 可能是非洲吧 一个比较 落后比较贫充的国家 但事实上很多这种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也许大家都已经吃过晚餐 里面影片有几个小孩子 很显然他们是在垃圾堆捡食物的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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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大家看得出来刚刚影片的小朋友在做什么 看得出来吗 那位要讲讲看 你们在前面应该看得清楚 小朋友在做什么 他剪了个什么东西 他们在垃圾堆里面有三个小朋友 四个 剪了什么 他们看不清楚 水瓶 一个被压扁有点压扁过的 一个很大的宝特瓶 你看到吗 他们做什么 他剪了做什么 剪完之后做什么 喝 对不对 而且他们还蛮皮脂照顾的 一个喝完他只喝两口给另外一个喝 有没有 在一个缺乏物质缺乏水的地方 就是他们过的生活 现在看自己还可以泡很多的泡沫红茶等等 那你说这群人我们要关心他吗 如果不知道 当然就不会去关心 那知道你会不会 那环境伦理前面有一块就谈 就是说因为 很多的环境议题其实会牵涉到很多的社会 所以我也说不管是同一个社会里面 我也说我们跟远方的社会里面那个平等的问题 那如果有兴趣看这个影片好像都是网友 应该叫终结贫穷 如果有兴趣跟我借也可以 我那边也要 谈得到很多的问题 那其实这种贫穷的问题的背后 我不是说你今天捐五百块或一千块可以解决 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捐钱 就是说捐钱是好事 我也鼓励大家这样做 就是光靠捐钱就解决不来 我很多事情是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身有意无意 靠过我们的消费 我们的我也说其他产业的生产的方式 或者商业的模式等等 造成了他们的贫穷 所以环境议题里面都有一些所谓的环境正义 所以环境正义就是说 我们思考环境议题的背后 究竟有没有有一些所谓 所谓不公不义的问题 那个也属于是环境伦理的一部分 这两章我想就跳过去好了 我很快地讲一下 这个倒比较重要一点 这边其实举个例子来谈 比如说环境议里面我们说我们对土地的观念是什么 不同人其实观念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今天有所谓土地的所有权 但是这个概念其实是慢慢发展 至少在西方来讲是慢慢发展 但是在中国有它脉络 以土地的所有权来讲它也是在1660年的时候慢慢开始在国外咬 一个当时候的一个哲学家叫洛克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 它是发展出来 其实当初有这种概念出来的时候 其实主要它希望在封建的时代结束 它希望能够把这个土地从皇帝手上 贵族手上释放给平民 所以它发展一个理论 现在其实有时候西看它有点荒谬 就是说 比如说你看的内容它的想法 我想是看那个西字的部分 它认为说只要你这个地 原来是 它觉得原始的地是不好的 没有人去利用的土地就是没有价值的土地 也就是说 这个土地没有价值 是看对人有没有利用的价值而定 但这个观念来讲 现在很多的环保的颜色是不同的看法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发表说 方野或是你没有 目前你没有给它开发 本身还是有个价值在 它的价值可能是对于其他的生态或生物 我们不能只在人的角度去思考 这是环境伦理上不同的主张 但是洛克这个主张是蛮人类中心的 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土地 你没有人去耕种 没有人去使用 这个是没有价值的 当你去耕种它 为了去利用它的时候 你赋予土地的价值 所以土地应该属于你的 就没有听懂它的逻辑 就是在一个芳芜的地面开发的土地 你今天去开墾 那个土地就属于你的 因为你把它加值了 那这个想法当初解释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希望能够让这些农民 或其他的平民老百姓 能够得到土地 但背后它引申的一些概念 其实现在看起来 特别从生态学来看 也是有点荒谬的 比如说他认为说 面包会比降果好 酒比水好 布料或丝绸 会比叶子皮夹跟台形好 也就是说 我们你面包好了 你也讲好了 那以这种观念来讲 他们说 这个酱果 或者说这种麦子 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 你把它磨成面粉之后 它的价值提升了 你把它在面粉 再做成面包之后 它的价值更高 那从经济学来讲 这是对的 你可以看面包一定会比面粉贵 面粉又会比原来的麦子贵 这很清楚吗 但是你从生态学来讲 这个是刚好颠倒的 因为你面包只有人会吃 或者只要好少数的动物 可以利用它 你如果是麦子的时候 还有很多动物 还有生态可以利用它 所以这种观念 刚刚说经济学很多东西 站在人的考虑来思考 那我们现在慢慢很多人 来反省 就是说其实 过去是不是我们在发展 在谈 不管是谈我们很多的政策也好 谈环境的政策也好 我们是过度于 像经济这种概念去倾斜 我们负略到很多 背后东西的价值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有看 一些新闻 我们最近国内要谈一个 要谈一个幸福指数 过去我们都谈GDP 谈国内的生产 然后谈这个东西 但是发展到越来越多的争取 包括我们看开发 这个比较发展中 已经已开发的国家 有钱的国家 你财富到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钱不让你更快乐 很多的不管你看个人 看国家来讲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特别当你要去做一些环境跟经济上的一些选择的时候 土地当然也有不同 我们说像这个 这个在简易上可能也会有提到 李欧波的叶老师还叫做大地能力 这个翻译上都要很翻译 有些翻译土地能力或大地能力 比如说他的看法都跟洛克就差的蛮多 他觉得这个土地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 鸟兽草木蟲水土等等东西 他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的价值在 那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以这个刘波的这个概念来讲 他认为说 你当然可以去利用土木鸟兽 甚至你可以去打猎 但是整体上来讲 你必须要让这个群体的东西 保存这个生物的群体 一个完整稳定 而且一定的美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把一些鸟类也好 兽类也好 赶尽杀绝 或者让它病人绝种 那是不对的 所以他比较是看一个比较整体的概念 就是说 你可以去利用 但是要适可而止 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你的所作所也不能影响到 它的这个平衡 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在 不是只有西方才有一些比较环境友善的看法 我们其实在传统的 我们说汉文化里面 我也说中国社会里面其实也有 不只是在 好生到的近代 慢慢这个东西就比较不见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帮我练一下吗 你可以帮我练一下吗 可以吗 不为浓 来 不为浓时 古不可生时也 处古不入乌池 于别不可生时也 古今依徐入三里 财勿不可生用也 古语 于别不可生时 财勿不可生用 事实名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 王道之时也 好 谢谢 谢谢这个同学 大家好 能不能大概 知道他讲的讲什么 这段话不是叫孟子讲 其实他是 孟子只是引述了当时的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制度 典葬制度在谈这个规范 孟子只是在这段话里面 在重复这些规范而已 那这段规范在谈什么 能不能大概谈的意思 那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就讲说 其实我们对于很多的资源 特别生态资源利用 应该是有所劫持的 比如第一个开始 他讲的是说 其实你去耕种 应该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一个时节的规律 如果你按照这种 大自然这种规律 去做一下耕种播种等等 其实你都可以有吃不完的这个谷 然后你去往鱼 去捞鱼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不能用那个网 那个网孔 那个口径太小的网下去捕鱼 比如说因为你的屋池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封闭性的水域 那如果说你今天那个网的网眼很小的话 你都会大小通吃 你把小鱼大鱼全部捞起来 那这样很快可能过一两年你这会 落不到什么大雨 那再来就是说 附近一时 一时路三年就是基本上你去砍罚树木也要有时间 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去砍 那如果你换成我们现在看来讲 其实这个叫做永序的利用的管理 其实这个蛮符合现在的观念 只是说我们会觉得好像很多现在的观念 都是因为人做了违反的事情才会出来 那看起来老祖宗也会有些人是违反的 包括因为你其实看很有趣 有没有听过毒鱼 把鱼毒死的去捞 现在台湾也有一些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普遍 但是还要偶尔有些渔民会做这个事情 那我本来也以为是现在跨学工业发达才会这样子 这个你去翻翻 孟子时代的人就开始在毒鱼 所以你们会禁止去毒鱼 你会看到那个古文里面有写 蛮有趣 那就是说从古到今 其实都有人会去做这些违贵的事情 或者说去滥用资源 那其实老祖宗也是有一个想法 因为是要去规范的 那这个也是个环境的伦理 就是说觉得我们不能去肃无忌惮地去取用这个自然的东西 某一种程度你要去了解实 这边一直很着重那个实的概念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实是天时 就是那个本身他的季节的运行 是有一点的那个季节的气候等等的东西 要去配合 就是说以他的观念来讲是你要去配合 但我们说是不是要完全去配合 还是我们完全不能做些改变 恐怕也不见得是如此 这个有点讨论的空间 只是说如果我们反过来讲 我们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去配合他 我们就用人的方式去克服就好 那就变成人定生天的概念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台湾大概一年世纪 什么水果都会出现 有没有注意到 有些水果在过去在你阿嬷那个年代 可能只有夏天有或冬天有 那你现在可能一年世纪吃得到 那这个其实严格上讲是 我一定要农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就很简单就是用发肥用农药用各种方式 或使用温室 那温室其实也用到电 等等 那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没有错 你可以 好像克服这自然的条件 但同时你会产生更大的代价 那这个农药跟发肥对台湾现在毒害是很严重 好那我整这个都挑过去了 好我先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目前 OK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个主题要谈的是环境 旧版的是环境教育 因为我拿到环境教育的 所以我们会谈 接下来会谈有关环境教育的 但是环境教育的定义是蛮多的 那这边在旧版的书里面 是叶老师他是用了联合国的这个定义 跟国的自然自然保育联盟 这两个定义其实也有蛮多公同性 大家有点注意看 第一个来讲就是说 两者大概都比较强调这个是个过程 这个是有目标的过程 你说这个教育其实他 我们希望超过这个过程 能达到某些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以 很重要他们都会强调技能跟态度 那当然在联合国里面还提到知识 一般来讲 通常现在谈的环境的教育 通常我们都希望能够培养 相关的一些对环境的意识 知识 还有给大家一些技能 这是叶老师原来在第六页有提到的部分 旧版的书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图有点像 因为他提到说不仅有一般比较熟识的自然科学领域 或生态领域 也就是说它涉及到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 那就是我们谈环境教育也不是只有在自然 比如说在那个生物系 或者说在什么动物系等等 才会去教导这种所谓的环境教育 事实上我们可能在国文 可能在数学的课 或者说很多的科目 其实会谈经济的学 或者谈社会的学 其实有些部分的议题 都可以跟环境教育产生的关系 那整个来讲 其实环境刚刚讲到 目前大概的趋势都该会谈几个事情 觉知 英文叫advance 就是你 能不能透过这样一个教育的过程 让受教的人 他能够意识到 环境问题的存在跟他的严重性 甚至他的复杂性 这个是觉知的部分 那知识就是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东西 可能要让他去了解的 比如说 所谓的超氧层破洞 大概是指什么 是不是真的表示天空是破了 当然不是 他是指超氧层变薄 那是什么原因它会变薄 等等 这个是知识 那这种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要让受教的人要知道 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 刚刚前面我们谈的环境的伦理 希望他能够有一些 比较对环境友善的价值的概念 有些观念 他会去关怀环境 关怀生态 会去关心周遭身边的人 一些环境的品质 他会去思考环境一体的时候 会考虑到可能他看不到的 在远方国度里面的人等等 这个都是在环境伦理这个部分 就是说有知识 这部分是我们说这个是个意识 再来是一些比较关于事实的知识 再来是个比较是一种情感 一种关怀 那但是光这样子是不够的 当然重要不需要有行动 公民的行动技能 就是说作为一个地球的公民 或是个我们说一个地球村的一个分子 等等 我们要采取所谓的公民的行动 那公民行动有很多种 比如说也许我们联合去表达一些声音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能源的政策 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连金额的偏好是什么 我们希望是什么的一个政策 这个是个公民的行动 我们去发声 那也许我们是可能透过我们的消费 去抵制某个不环保的公司 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其实它的生产过程 制造太多的垃圾 对环境有太多的破坏 我们在BBS外在Facebook上面串联 大家以后都不要买它的产品 而且还把它有关的讯息要迫上更多人知道 那这个其实都是公民的行动 或许像我昨天的课有学生 我都想说OK 那如果觉得黑鲑鱼是已经被过度捕捞 事实上也是如此 虽然说我们台湾过去那几年常常有办鲑鱼祭 但这个东西实际上有正义 从环境或生态保育来讲是有正义 全世界的黑鲑鱼都已经被过度捕捞了 那在太平洋地区来讲 玩多的被过度捕捞是台湾的渔船造成的 那究竟要不要再鼓励大家去吃鲑鱼 那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值得去探讨 那假设说你想说我要改变人们吃这个鲑鱼剩鱼片的习惯 那你怎么做 这个是一个行动知识或行动技能的问题 你光有前面这个知识 你知道这个黑鲑鱼的问题 对这个生态的严重性 你知道如果再这样子捕捞下去的话 再过四十年不光是没有鲑鱼可以吃 整个海洋生态会改变 你只能吃到小鱼 只能吃到水母 可能你们到了你们老年 到了你们下代是吃不到鱼的 那如果这个知识跟所谓的觉知的部分 那但是有光这部分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有下面这个部分才可以做点自己 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你可能不会是非公伴 或者说完全一点成就都没有 比如说我们在从知识里面其实也有分 一个是事实的知识跟所谓行动的知识 那所谓事实比如刚刚我们 比如一件例子好了 我们说全球软化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但是有一个证论说究竟是不是人造成的 还是其他的因素 会不会是自然本在地球本身的一种温度的 长期的变化的结果 但有部分是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至少来讲近两百年来 大概地球温度的上升 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因素造成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燃烧太多的化石燃料 石油 天然气 还有这个煤炭 这个是三类就是比较主要的化石燃料 那这个是一个知识 那另外来讲就是说 相对的知识来讲你有没有知道怎么去做 那OK 那我知道啊 因为我们跟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生活习惯 我也说这个工厂的生活方式等等 有没有造成这个问题 那问题是你怎么去改变它 有没有行动上的知识可以知道怎么做 那这两个知识是不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怎么选择这个照门灯去追省电 比如说这个教室可以怎么做比较会省电 这个灯管还不错 不过还可以再好一点点 就是用省电一点 但是也不见得是越省电越好 因为有时候太省电的亮度不够 大家可能势力上会有受损 这个也不行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点知识在里面的 你会考虑到怎么去省电 可能而且要考虑到在不影响到大家的 阅读的消费情况底下怎么是最省电 好 但有人有时候会问我就说 老师啊 他说为什么现在如果这样你还要教环境伦理 他说地球上很多的环境问题已经那么严重了 生态的破坏 这个全球浓跨或气候的变迁 或许说这种 资源的已经跪法等等的问题 其实如果你把这个问题谈出来 能说服在座各位的同学的话 你不用去关心别人 大概你也会做环保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有些问题我们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 其实你不需要说你去关怀动物 或关怀你其他人 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的下一代 或是为了你的家庭 你都应该去做环保 就够了 那为什么还谈环境能力 那其实这边来讲 其实是 我自己的感觉应该是有两个是可以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最起码来讲就是说 如果我们本身没有这个环境的概念 你只知道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选出的解决的方法 可能是那个解决的方案是 它的代价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 比如说 也许我们觉得说 那今天我们台湾有些环境问题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在某个地方在做的处理 比如说 有没有大家听过那个碳排放教育 听过没有 听过举手 碳排放教育 举高一点没有关系 这个好事情 OK好 我放下来 要不要稍微把你的了解说一下 没关系 就你所知 讲理大家好 就是各国在碳排放上 都会有一个可以排放的量这样 至于这个量的规定 这个我就不清楚 但是就是有些国家它碳排放 如果没有达到它量的话 它就会跟一些可能相比较大的国家 进行交易 就是说我这个量子给你 就是你可以排放 我把我的量给你 所以你可以排放量会比较多 去进行交易 好谢谢 很好 大致上是这样没有错 那我们说 现在气候会变迁很严重 对不对 像欧洲今年都 气候跟去年的差很大 那 台湾也是 每到这个气候变化很大 我们说其实以后 以台湾来讲 很可能就会 会淹水 又还偏偏会上涨 那其实还没有到 这个大概可能几十年内 会看到这个现象 但上涨的幅度 大概估算不太 也会觉得会 可能会涨一公尺 也会甚至会涨更多 等等 但是至少来讲 我们说我们可以 纪念到就是我们 台风的强度变强 而且降雨更集中 这几年看得到 是这样子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 就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经济也好 民生也有很大的压力 那OK 那国际上想到的办法来讲 就是鼓励大家去 节能减碳 他说因为 好 那有些国家 他可能比较没有开放 没有供应 所以其上他排放 二氧化碳的量是很少的 相对来讲 这样也可以吗 那有些国家 他都比较浪费 比较私持 像美国 美国是像最不环保 但是美国有钱 所以美国可以 又按照这个制度来讲 就是说 我一方面 美国也许做一些 节能减碳的 但是 他可能更大一块 可能他会 可能会出钱去 补助 可能假设来讲 在南美洲 某些国家去种树 我们说这个叫 碳的补偿 做树本身可以 使造氧化碳 这样听到 所以也就是 因为有别的国家 拿了美国的钱 去中树 所以美国可以继续 排放一定的量 他不需要那么努力 去节能减碳 听一下 听一下 听一下懂吗 那这个感觉起来 好像不错的生活 好像不错的方式 那就是说 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也希望这样改 但是 其实如果你有急 去看 这种制度 不要有很多的问题 究竟这个国家 到了南美洲来讲 他是怎么样去 中树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政府拿了钱 或者这个公司 大公司拿了钱 然后他可能 开发一些土地中树 这个开发的过程 其实会破坏一些生态 而且也会 冲击或排挤到 当地的一些 比较弱势族群 他的生活的方式 那也就是我这边讲的 就是说 你可能会用其他人 或其他生命多为代价 你解决了你 目前梦临到的 一个环境问题 但是 付出代价的是 可能你 不太会注意到 另外一群人 那如果你没有 环境 有你的概念 你很可能会做 这种事情 或者同一件 那个决策 那另外一个来讲 其实做环境的 环绑的推动 大个程度来讲 事实上应该是有点使命感 或责恩感 你才会做得下去的 如果所有的东西 你都用成本去计算 合不合成本效益或效率 或对你有没有影响等等 去计算的时候 大个程度坦白说 你不会去做 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提到知识 在国际上 其实慢慢大家注意到一个事情 过去大家的想法很单纯 因为说 你环境的知识越丰富 你越会去做环保 这很多环保的推动者 会这样想 环保 做环境教育 我灌输给你环境的 正确的环境知识 我给你的知识越多 你越能够意识到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你都越来越去做环保 后来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研究 发现不是那样子 其实我比较早都会怀疑这个事情 那 理由在哪里 因为当你了解的更多的时候 你发现到 有些问题其实你 做死做活都没用 如果只有你在做的话 我再重复一遍 有些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 你做了拼命去做 如果只有你一两个去做 其实没有用的 不要说一两个人 我们在座所有同学 一百多位同学 很努力去做 都没有用 比如说刚刚讲全全暖化 你要去让全全暖化 真的能够降下来 不是减晚一天两天 而是说 他不会再减晚 不会再加恶化下去 我有说他可以延后个25年 对不起 恐怕整个台湾的人都努力 都没办法做到 所以 最近大家有注意看这个 核四的议题 大家在谈 有人提说 如果用火力发电 会有氧化碳排放 会加速全全暖化 所以 台湾应该要发展核能 要减少这个暖化的问题 这个讲法也对也不对 没有错 如果台湾如果不用火力发电 用核能 至少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说 也许在几十年内 台湾本身的氧化碳排放量 会减少 但是这个东西 对于全球的气候变迁 对全球的气候暖化来讲 有没有帮助 坦白说 帮助非常非常少 我这样讲 有没有听懂 我讲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 大家不要去做环保 不要减少少碳 不是这个意思 本来 我自己也很努力去做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自己不做 我就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 我的态度很简单 等一下我们提到 我们应该给企业更多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好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立场去要求别人 所以某种程度 我觉得环境伦理还是需要 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个伦理的 现在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环境的 工作的推动 看成是我们责任 那个使命的时候 这个无力感会稍微好一点 否则的话 大个程度真的会 你会做不下去 而且有的正确的观念 我们就比较会 让我们的关怀 会思考会更全面 刚刚提到的碳排放 我们刚刚讲过 好 这是为什么我们说 环境教育里面 还会继续把环境能力放进去 我自己个人觉得 主要的原因 会的功用在这里 那为什么需要公民的行动 其实刚刚我已经稍微提了一点 我刚刚这边讲 特别红字来讲 虽然说我们常常用这句话 去鼓励别人说 举手自劳做环保 举手自劳做环保 但事实上 严格上讲这句话 有点语病 我也说有点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碰到了 很多的环境的问题 不管生态的破坏 或者刚刚讲的渔业的资源 我们不只有围围有问题 我们几乎大群鱼类 都被过度的捕捞 而且很严重 我们山无礁的生态 也被破坏得很严重 这些问题都不是你举手自劳 可以去解决的 如果你以为你举手自劳 还做几件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救地球 救这个生态 对不起 不是那样子 应该是说 环保可以从我们周遭的生活 开始做起 就是对的 但是不应该到那边停灯 所以来讲 这个公民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结块 你只有从你自身做起 真的对不起 你对这个环境的帮助是很少的 今天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 没有相当一群人的努力 共同 很大力去推动 是解决不了的 那我们需要这种比较新的生产 跟生活的方式 我们再试用一两个例子 稍微再补充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是环保署的 健能省探 十大无愧抽失 做点就不会好愧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大家花点时间先把它 第一页先看完 都看得懂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得懂就是举手 好 你知道它十项措施里面 有大象跟小象 有十大象 大象里面再分小象 那我先问各位个问题 在座 这个页总共有三个大象 那么多小象 有做到其中五个小象的举手 有做到 荧幕上面五个小象的举手 举高点 表示你做得不错 来举手 没关系 五个 OK 还不错 OK 手放下 很多东西五个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的不见是你错 也许你有你的困难 我们再来看 有没有做到六个以上 有没有做到的 应该还有 但刚刚比较早 OK 好 接张 再先看一下 我的问题还是一样 有做到五项以上的举手 这张头影片 有做到五项以上的 一个都没有啊 做到五项以上的举手 来 有没有 这张什么东西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们都不会去买商 不会买这种家电是不是 现在比较没有ER 这ER什么东西吗 你们可能比较没有 因为你买一个大型家电 冷气冰箱 洗衣机 这个都是比较大型的家电 以前是有所谓ER ER是比较一个能源效率的一个指标 那就会很多人看不懂 所以现在换 如果大家去那个 参坤 我也到那个其他家乐福 五项再量饭店去看一下 你刚刚讲到几种家电 你去看 现在有强制要标示 他贴了一个纸 那个纸就是一个温度器的 有颜色 有分到五项 一到五 有最像那个标示 一项是最有效率的 最省电的 这样听懂吗 比如同样是个冰箱 一项的省电就比 三项来的省电 这样子 现在这样标示 OK 所以因为 可能开车在各位 可没有机会做 应该是这样讲 好 有些大家可能有机会了 开车大概可能没有 但是 OK 也许我们换下一张 大家看有没有 比较有机会说 好 这个应该比较有机会 多做一点 OK 先看一边 好 同样有做了五项以上的举手 请举手 请举高点 来 大概不到二十位 也不错了 大概二十二十来位 OK 来 有没有做到六项或七项以上的 举手看看 做到七项的举手 没有 做到三项以上的举手 半个五项的 做到三项以上的举手 好 OK 还不错 我们很用功 听完林老师的课文句 非常的感动 环境人理 又有责任 可以去开着好好的拼命做 每个礼拜做 一年可以想多少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是从文献里面 人家算的结果 看一下 上面 一百个人 在座已经超过一百个人 应该 一百个同学 如果全部 很例行 这个十大五个做事 就是大象 小象的全部做 一年下来 你可以省多少 减碳的两百公分 也不少了 但是你如果看上面 我们只要辅导一个 台湾的中小企业 改变它的其中一个工业里面的漏洞 让他泄漏的检测做好 一年就可以省两百 大概 210吧 我们算210到220 所以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你知道我希望透过这套影片 要传达个什么讯息 能不能抓得到 再说各位你们在努力很辛苦的做了这个事情 事实上 因为刚刚举手的情况 你知道是不可能 全部人都做那么多事情 那个东西有些实在的困难 就是说 如果我们预期人家都做完 全部的十项的措施 大象小象全部做 你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不切实际 我们没有足够的配套 可以让民众做那么多的事情 就算你做了 但我还是鼓励大家做 但是相对来讲 只要这个工厂稍微浪费一点 你全部你都做白做了 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说公民行动是需要的 但我们在有时候会缺乏他们的讯息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落实完保 能够是半功倍 那其实我们应该是尽量去收集 公告 让更多人知道 或更多人的行动去监督这些企业 希望政府给政府压力 给企业压力 去把他们的部分做好 但我们自己刚刚说 我们自己要从自己说起 我们做好自己的部分 我们更有立场去要求别人 那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其实 你就很难有很明显的进步 再来看一个 可乐 330公升 大概知道多少 大概看看可乐的罐霜的一罐 它生产过程 光是一罐这样的可乐 它用了66公升的水 等于你喝一罐的可乐 大概用了20倍的水 你听懂吗 那这个水袋可以出马桶四到五次 那一次大概12到15公升 一般我们家里外有学校的马桶 那如果今天你可以去改变这样的大企业 透过你的消费的行动 去给可乐来施压 改变它的做法 那这个不得了 这个对水资源来讲是很大的冲击 那事实上国外有人这样做过 包括美国的学校 有些学校它是 学生发起是 禁止可可乐在校园内贩卖的 学校发起禁止可可乐在发园内贩卖 但是我不是建议你们这样做 因为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那现在情况当然你要去了解 值不值得 该不该或值不值得这样做 不是盲目老师这样说过 就按理由去做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这种公民行动 是有成功的例子 但可乐也是因为这种事情 它最近这几年 它有蛮多的一些改变 是不是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见得 那但是我们说 我们可以翻开过去很多消费者的 运动和行动的例子去看 很多时候企业所以会去改变 是因为作为消费者给它压力 比较少的企业会自动去改善 这个是很坦白的事情 那为什么用那么多 因为整个来讲 我们说从生命周期去看 我们现在叫食物的里程 这个食物或饮料到达你手上之前 他所经过的多少的关卡 每一个关卡 每一个环节 他耗用了多少的能源 水 汁眼等等 那其实在可乐来讲 一个很大的一块 应该是 这个部分 甘蔗 这边质有点小巴 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铝灌 要去采矿 采矿 然后把矿 铝 然后做铝片 再压制罐 这过程中都要一些水 因为你要去冲洗 要做很多的事情 还有运输 工厂也没有冲洗 那你车子 带过这个东西也要冲洗 所以很多的你要都要酸进来 包括银的封面要盖上去 这个东西都是要水的投入 那你要种可可豆 要变成咖啡 这部分也是种很多的水 但最多的 以这边来讲 大概最多就是种甘蔗 非常耗水 变成白糖 然后加上可乐器的蜜蜂 一直没有供高的 传售中的蜜蜂 然后加上水 再加氧化碳 变成在家的汽水 所以很多事情 你再看这个背后 就有很多的 環境的成本会出来 了解一多 其实我们就会 这个就是说 这方面是我们说叫 事实的知识 就是说你越了解这个事实 也许你就越有意愿去行动 那接下来就是行动的知识 是什么 要怎么去改变这个事情 但不是我们这个科威讲 有兴趣 等一下会打个小广告 我们有一组的课程 可以帮助大家 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 至少会带了更多的训练 去寻找这个行动的知识 跟行动的经验 好 那 在中华民国 我们在两年前开始通过了 国家的环境教育法 全世界 我们不是第一个 但是也是少数的 大概不到二十个国家 是有立这个环境教育法 把环境教育 特别去立法 按照这个法令 所以我们上次总统 下次这个公家机关的工友 只要你是在公家的机构里面 包括国中小学 那都每个人 他的师生教职员工 我们说总统工友 全部都要收一年 至少四个小时的环境教育 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蛮大的市场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也是一个可能 可以 就变成一个工作职业的一个方式 但是 以这个法来讲 大家看到他还是要谈知识 技能态度 价值观 还有 要怎么样采取行动 那这个是目前我们国家 法令上 对于环境教育的定义 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提到这个东西 我们要必须也是补充一点 就是说 环境教育 虽然它是立法 大家觉得它是很重要 但事实上 它并不是万年单 就是说 这个东西还是值得去推广 只是说 光靠目前的环境教育是不够的 因为 我们说 刚刚提到知识等等的东西 知识 态度 行动 等等 那过去有个想法 我们说 有很多人会以为说 张三 没有做环保 大概是因为它没有知识 没有正确的知识 那你只要给它 你只要给它足够的知识 它就会培养一个正确的认知跟态度 有了这个正确认知跟态度 它就会有一个环保的行动出来 这个是比较过去的想法 但现在有些还是会这样子去认为 但是我们看到几十年的研究的结果 越来越清楚 而且很早就清楚告诉我们说 这样一个想法是错的 因为世界没有那么简单 从知识到行动中间有非常多的关卡 不要想环境 现在你们各位 你们自己来想看自己的识道 有多少次 你明明知道一个事情不见得是对的 你会去做 或许说老师给你那么多的知识 要你给你那么多的劝导 你还是没有跟着老师的指示去做 那有很多因素 影响在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所以本身的确 这个东西需要环境的教育 但是必须有更多的配套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科威谈到 只是说 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不应该去了解一下 它本身有些的局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不管是环境的教育也好 还是环境一般的所谓的 政府所做的环境的宣导也好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落实到行为上的改变 人有没有因为受了这个教育 或得到这个讯使之后被影响 但是在行为上有所改变 那行为有没有的确 产生我们希望的效果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有那个行为 不见得会产生一个我们希望的效果 最简单我们说大家一个回头去看 我们教室后面就有这个冷气的那个温度 那个是调温度的那个 我们说调温剂 按道理这个东西是可以 帮助我们落实一个行动 我们说把温度调到26到18度之间 对不对 这是个工具 那但是不是安装了这个东西 你的温度都会降到26到28 因为跟你整个的使用习惯有关系 你有这个设备你不去设到26度 或设到28度 它不会降到那个部分 或许你把温度设到26到28 你一直把门打开 其实它也不会达到它原有的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人的行为是很复杂 它的环境的效果有很多环节来决定 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有交易日 你们有机会 真的是要去 不管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也好 在你的职场上 或者在你的肺腹的任务 你要去推动某些环境的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究竟有机会去评估一下 你这样做 究竟有没有真的产生了别的行为上的改变 或许说你希望看到的效果 而不是只有停留在前面的 对不起 知识态度的层次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好 这个字 这个萤幕有点小 好 那这边也是举例 顺便打个广告 我想袁老师有跟刚才讲过 这门课跟其他的 大概有15门课 是共同被列入 我们一个教育部的计划里面 因为教育部 他这几年有推动一个计划 叫跨科技的一种人才的培育 因为他觉得很多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管是社会的议题 或者说是环境上的议题 他需要跨科技或跨领域 就是有理工人文 甚至海洋等等的不同的学问 做个结合 才可以有效去解决 所以教育部这位 握了一些钱 希望能够推动这种教学 希望有这种的课程 可以培养比较这种 可以跨科技 都有一些训练的 能力的专长 的同学 按照理 我们这个设计 你学完之后 除了会有跨科技的 一些沟通能力 或理解以外 应该有相当多的行动的能力 因为整个课 到最后有一个实作的课程 很多课里面 也会有一些 很多要跟一般课不太一样的 问题解决导向的一些训练 或者作业的要求 或者参访等等很多的设计 那这边我们来讲 回到刚刚的环境教育 我们说有觉知 有行动的知识 行动知识 环境伦理 到行动的技能 那事实上在刚刚讲的教育部 我们学校提的这个部分 用海科研提出去 那我们就选了几个议题 黑碗鱼其中一个 那我们希望 透过不同的课程 培养学生能够对这个议题 不光是认识 而且能够 想出一个比较具体的 解决的方案 但那个解决不见得能够 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至少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比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这边 黑鮪鱼来讲 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个 黑鮪鱼的问题 从意识上来讲 我们觉知上 你不需要意识到一个东西 说 现在已经被过度捕捞了 那但是你 能不能随便去禁止捕捞 恐怕也不见得适合 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 台湾很多渔民的生计 因为台湾有蛮多的渔业的经济 是依赖这个鮪鱼的捕捞 那不是不能去调整 是可以的 只是你要需要点时间 那这个 这种的意思也是要有 否则的话 你可能推出来的政策 就会有点 冲击太大 那另外一个是 台湾的渔业 对于太平洋黑尾的冲击是怎么样 那你就知道台湾在这边扮演多大的角色 事实上我刚刚讲 有蛮多的太平洋地区的黑尾鱼 是台湾的渔船去捕的 有些都挂了中美国的国旗 但是更多可能是我们叫群鱼船 它只是挂着一些其他国家的群 等于它拿着其他国家的配额去捕捞这个鱼 但是它的船 船洞基本上是台湾的 船员蛮多也是台湾 基本上就是台湾的渔船 它只是挂了国外的鞋 等等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东西等于说 有自然科学的知识 社会经济的 有政治跟政策管理等等 要做税税很好 那我们很多的课都这样去考虑 也希望透过这样一系列 对应了这些刚刚说的 不同层次的一些你们需要的东西 有我们设计不同的课程 所以有兴趣可以多多留解 那如果网路上可以找到 有问题可以找助教 应该他们也有资料 对我们那个群组 也有他们对整个群组的计划 我再举个例子 在昨天来讲 我的课来讲 因为我们有行动自私的技能训练 我就要想他们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老师 但不会每天吃 因为我们老师有没有很多的 钱 我们中山大学的薪水没那么高 不可能每天去吃黑鱼鱼的这个 剩一片 但是偶尔还是有机会 会吃到比如说宴会 或者说自己的系统 或院办活动 有时候会这样聚餐 昨天我就跟同学讲说 OK 那你们听了我一个小时的课 那现在夸半个小时来讨论 能不能想做办法 让老师不要去吃黑鱼鱼的生鱼片 那类似这种就是一个比较行动的知识的训练 那学生要去讨论 要去提出一些东西 那这个是随堂一个课程里面的 那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们还要要求一个比较更具体的方案要出来 但不是一定针对这个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暖身的题目 那很多课大概都会有类似这样的设计 那希望这样子大家可以 不光是得到书本上或课堂上的知识 你有办法可以把知识 转化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行动 这是我们在整个 这个十六门课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希望能够再超越一点点 不要只停在通识这个层次 不是只有对基本的概念能等 你希望把自己更有更多的训练 可以去解决问题 那以后增加你就业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很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学期 就是大概 明年的这个时候会有一门课叫十座 这个十座就会有两三个老师 带着一个一群的学生 会去直接类似写一个小论文的方式 去实际去解决一个问题 那这个经验其实蛮蛮不错的 大家有兴趣 可以多多注意跟把握好 可以多多注意跟把握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